编译国语同综合报导 稍早由伊朗当地媒体传出 燕门前总统萨利赫 Eliab Delosel 遭到实业派判军胡锡里 Hudis青年军的武装分子炸死 网络上更流传了一则 展示萨利赫尸体的片段 随后由判军所控制的燕门内政部 也发布萨利赫的死讯 综合媒体报导 萨利赫前往燕门中部城市 马里布的途中 遭到胡锡里 Hudis青年军的武装分子袭击 并用炸弹炸死 甚至还传出胡锡里青年军 成功占领了萨利赫在首都的住所后 更将该地方炸毁 该消息传出后 萨利赫的行踪的确沉迷 网络上流传了武装分子展示 一名一世是萨利赫的男子尸体影片 不过目前萨利赫私讯尚未被证实 shedometry 产利赫的各物 reaching